最近有网友发现瓦唧唧唧的签约艺人资料中的X9少年团 已经没有肖战了 那既然资料里没有他了 话题便自然开始往他跟公司成功解约的方向发酵 也有说是个人影视约到期而非团约 而且影视约这个解释不通 已经本就不在瓦唧唧唧了 团约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有没有其实都没差 也不会有团体活动 就是分成制约这块自打流量起来后 他跟公司也只存在交钱的联系 其他方面也不指望能靠公司拿到什么资源 到手的全都是其他资本平台关系给到的 毕竟有赚钱能力必然就会有资本看重 有资本助力才会有更好的资源送上门 这种循环是圈内常态 如果是彻底离开 哇唧唧哇当然对他来说毫无影响 何况也没啥感情可言 当初公司一些做法也是挺让人寒心的 对粉丝来说也是期待已久的事了 网上也看到粉丝的反应都挺开心的 反正这种流量级别的合约到期不续约 只会对公司影响更大 就像某公司不愿意放手另个流量一样 要在合约到期后继续按照其他条件谈下对方 宁愿让不挨骂也得撑着 毕竟真走到那步就直接会肉眼可见的 看到钱嗖嗖嗖往下降了 肖战现在新剧刚刚收官 自己正在徐克的电影片场努力训练 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加满足 徐克不爱用提升的要求 也力争更好演绎过境大侠的气概 所以这段时间肯定就是埋头苦干 在外活动的时间也会相对减少 谈解约这么仓促的事可能性极低 而且所谓的哇唧唧哇简介里没有肖战 实际上是X9少年团里没有肖战 只有其他7人 可能是想让他单飞也说不定 不过对于肖战流量来说 做啥都有人盯着 想独立也得需要酝酿很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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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